第200集 五代 后汉 高祖刘之远 后汉高祖档案 生族年公元895至公元948年 父母父亲是刘王典 母亲安氏 后妃李皇后等 年号天福 前在位时间公元947至公元948年 是后瑞文圣武昭宿孝皇帝 妙号高祖陵寝河南瑞陵 性格沉默寡言 机敏全变 赵建民点评说 他以言行治国 任用大批酷吏草奸人命 成为五代中最严酷的君主 后汉高祖刘之远 沙陀人 幼年的时候家境贫寒 以木马为生 刘之远十几岁的时候 投到了李四元的手下当了兵 由于作战勇敢 很快被升为偏将 和石敬堂一起共事 李四元与后梁军作战时 大将石敬堂受到梁军的袭击 满鞍断裂 几乎被擒 危机时刻 刘之远果断地与他换马 亲为他断后 石敬堂深受感动 同时也对刘之远的勇武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后 石敬堂在出任北京留守时 奏请庄宗李四元 请求将器重已久的刘之远 拨归麾下 从此引为亲信 清太三年 公元九三六年 石敬堂与后堂决裂 刘之远力见石敬堂起兵 成霸业于晋阳金太元 石敬堂担心自己不是后堂大军的对手 决定求援于契丹 刘之远全力支持他这个决定 但在许诺的条件上 他不同意石敬堂既称臣又割地的做法 他对石敬堂说 对契丹称臣就可以了 兴以父亲之礼就太过了 只要用丰厚的财物去贿赂 就足以使契丹出兵 根本不必承诺向他们割让土地 割让土地 只怕日后会使契丹成为中原大患 到那时就追悔莫及了 但石敬堂称帝心切 根本不听刘之远的建议 以至于酿成了日后辽兵南下灭尽之祸 石敬堂称帝后论功行赏 先后加封刘之远为中武军节度使 归德节度使 后进天赋六年 公元九四一年七月 又任命他为北京 就是今天的太原留守 河东节度使 总览晋阳地区的军政大权 次年石敬堂病逝 遗诏刘之远辅证 由出帝石崇贵即位 石崇贵对日益做大的刘之远深感不安 但因为对辽用兵 还需要借重刘之远阵守北方 便以怀柔的手段拉拢刘之远 封其为太原王 拜中书令等职 刘之远全市更胜 遂立足晋阳 在河东招兵买马 扩充实力 这一时期 后进与契丹的关系破裂 两国战争时有发生 但驻守在河东的刘之远 对契丹兵的屡屡侵扰 不闻不问 石崇贵几次让他发兵 他也置之不理 只是趁着乱世 招降骂叛 数年间就在晋阳 聚集了一支五万人的大军 河东的实力因此很快就超过了其他的藩阵 开运四年 公元九四七年 契丹攻灭了大梁 后进灭亡 整个中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当时 后进朱藩镇 被迫上表称臣 刘志远也派前使者到了开封 向契丹表示庆贺 却并不称臣 耶律德光心里不满 但忌惮于河东兵强马胜 也不敢说些什么 使者回到晋阳后 向刘志远报告说 契丹兵蛮横残暴 在中原烧杀抢掠 狠不得民心 许多地方的百姓自发组织反抗 各阵节度时也多是口服心不服 刘志远听了使者的报告后 认为有机可乘 决定兴兵自立 是年二月 刘志远在晋阳称帝 仍沿用后进天福的年号 以此笼络人心 刘志远称帝后 各地的藩阵多不服气管辖 而河北河南地区则完全被契丹所占有 形势十分不利 针对这种局面 刘志远没有急着出兵 而是积极整军 修缮气线 等待着有力的时机 三月 耶律德光见中原人民反抗不断 引兵北回 四月 耶律德光病死 部下诸将忙于争夺皇位 无暇难顾 河南河北的兵马也是人心惶惶 日夜难安 刘志远审时多事 采纳了手下大将郭威的建议 南下攻打七单占据的河北河南地区 很快就攻陷了洛阳开封等地 七单兵北顿 各地的后进官员纷纷投降 六月 刘志远进入了开封 盖国号为汉 仍有天福年号 以开封为都城 史称后汉 他同时下令 凡七单任命的节度使 以及各级官吏均留任原职 不再变更 于是各地方阵大消了疑虑 继续上表称臣 七月 天雄节度使杜崇威和天平节度使 李守珍也相继表示臣服 但不久 杜崇威就再度拥兵反叛 刘志远文炫下诏霸气官爵 并亲自率兵攻打魏州 十一月 魏州良尽 杜崇威被迫出城投降 这年的十二月 刘志远因爱子病逝 悲伤过度 儿致病倒在床 久久不见恢复 次年一月 刘志远在病床上宣布改缘前 十七日 刘志远病危 急召新府重臣苏逢吉 史洪造 郭威入宫 要他们福利皇子 刘成佑 当天 刘志远驾崩于资德殿 就是万岁殿 中年五十四岁 死后葬于河南瑞陵 是 优优独播剧场上